看惯了渣女柳如烟 纯爱柳如烟深情来袭 如烟提醒您正文开始 今天我上门修水馆 护主是一位年轻女性 容貌娇好 身材火辣 衣着清凉 干活的时候 卫生间里传来的不可描述的声音 耿着职业道德 我没有理会 闷头干活 你能来帮个忙吗 她声音颤抖 喘着粗气 脸色桃红的蜷缩在墙角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腿有点 妈 我进了卫生间 一把把她拉起来 扛了出去 也没想太多 扛她的动作有点暧昧 那个 谢谢 我摆摆手 没事 顺道把你家的电也修一下吧 你不是水管工吗 水电不分家 小问题 大约忙活了半个小时 找到了漏电的位置 处理好之后 看见女主人端坐在电脑前面 噼里啪啦敲着什么 我想着和她打声招呼就离开 看了电脑屏幕一眼 越看越感兴趣 就连她停下了打字 我都没反应过来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把我扇懵了 你变态吧 卧槽 这一个巴掌挨的 比我三九老爷还糊涂 你是不是通过屏幕的反光 偷看我胸 我看了一眼 她身上那俩小馒头 咧咧嘴 大姐 你神经病吗 要不是看见你下巴了 我都以为你是后背对着我 你滚 滚可以 这事我得解释清楚啊 不明不白背上一个色狼的名头 谁都不好说不是 我告诉你 我懒得看你的平胸平屁股 我刚才是看论文了 就你 你一个修水管的 能看懂论文 来 你先告诉我 这论文是你写的吗 不是 我老公写的 怎么了 她的声音响了八度 没怎么 写的不咋地 在她疑惑的目光里 我点了几个位置 这几处都有错误 吹牛吧你 我老公轻大硕士 你说错了就错了 不仅错了 她这篇论文还是抄的 你胡说八道 她又冲上来 想扯我的嘴 我一把把她的手腕抓住 反扣在后背 又把她整个人都按在沙发上 感觉这个姿势可能不太合适 又把她放开 她抄袭的那篇论文 是老子写的 放屁 你去网上查个重不就知道了 当着她的面 我登上了我自己的账号 开始查虫 看见了吗 这篇论文 一座是张万森 我就是张万森 再看看你老公那论文的重复率 99.7% 亲子鉴定都没她概率高 现在明白了 太太 你也不希望你的老公名誉扫地吧 这句话说出来 我和对面都懵了 我怎么感觉这句台词有点熟悉 以前在哪里听过 只不过是日语版本的 她仗红了脸 不太大的胸途气的鼓鼓的 流氓 说完抓起桌子上的电弓笔 就向我丢过来 我侧身躲过 侧电笔直接衰裂了 我的意思是 滚了 回到单位 我把双腿搭在办公桌上 悠闲地喝着茶水 张万森 外面有个男人找你 哪个爹 不认识 脾气挺差 我出了门 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就是你调戏我女朋友 哦 我明白了 就是上午修水管那家 他男人来替他出头了 谁调戏他了 你一个修水管的 谁令你的勇气欺负我女朋友 我嘴角翘了翘 你一个抄袭的 谁令你的勇气来教育我 他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从腰间抽出来一个扳手 他怂了 我一个维修工 随身携带一把扳手很正常 对吧 还有 是不是你把我论文删了 哈 我笑了 我就用你女朋友电脑查了一下重 重复率99.7% 你不会是面子伤挂不住 自己给删了 然后污蔑我吧 你放屁 我摆摆手 你滚吧 我懒得和你掰扯 抄没抄你自己心里有数 反正你那个玩意也没发表 再说了 论文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不会没有备份吧 抄的也得备份呀 对了 你不用 你直接把我那篇复制粘贴一遍就可以 99.7%和100%也没差多少 这句话可能是真伤了他的自尊心 一脚朝我的当不出来 还好我反应快 躲了过去 这孙子也太扫了 冷汗一股一股的往外貌 我抡起扳手砸向他的脑袋 一个人把他推走 我也硬生生停下胳膊 站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女主人 回家 他看向男人 男人还想和我理论 我让你回家 还嫌丢人不够是吗 哎哎 你别走 我叫住他俩 把话说清楚 我把扳手收回腰间 我调戏你了吗 女人咬咬牙 摇了摇头 你就说 咱俩查虫的时候 重复率是不是99.7% 他点点头 行 这女人还算奖礼 还有 我的侧电笔被你摔坏了 记得赔给我 他点点头 上午在你家我话没说完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老公 名誉扫地的话 这篇论文就别发表了 他愣了 我也有点尴尬 挠了脑脑袋 后悔当时怎么就来了那么一句 男人边走边回头 离开一定安全距离的时候 冲着我大喊 小崽子 你给我记住了 老子叫成功 你等着 成功 自攻吧 看着手机上闪烁的号码 我犹豫了很久 还是接通了 喂 老师 听说你去当水管工了 我笑笑 对 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然 你回学校来吧 帮帮我 老师 您让我考虑考虑 还是因为娇人 不完全是 我都帮你教育他好久了 回来吧 你俩尽量少见面就什么 您让我再想想 老师知道 这句话基本就是拒绝的意思 只是叹了口气 没有再劝 那你抽空找找你的小师弟 他最近弄了个业内的峰会 你可能会感兴趣 好的老师 挂掉电话 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女人的身影 优秀 高 美丽动人 徐娇然 我的同门师姐 也是我的白月光 让我下定决心退出这个圈子的人 我叹了口气 狠狠地摇了摇头 不再想他 不过小师弟确实是好久没见了 可以去找他玩玩 就当散心了 大厦楼下 我无聊地踢着石子 等待着峰会的结束 我肯定是不会进去的 本来就是一个半退圈的人 现在还去凑热闹不合适 另外 谁知道徐娇然会不会过来 见着了会尴尬 把师弟的峰会搅和了就不好了 好死不死 看到了那对情侣 那两人也看见了我 男人一脸挑衅 女人皱了皱眉 怎么 写出来那么优秀的一篇论文 峰会进不去 该不会是没人邀请你吧 切 我低着头 懒得搭理他 要不要我发发善心 带你进去见识见识 用不着 歇着吧您嘞 你在这等着 不会是求哪个大牛发发善心 受你做学生吧 我认识的人多 帮你引荐引荐 不用 你没个嘴是租来的吗 不说话性价比低是不是 论文都靠抄的大哥 你认识的都得是什么人 他握着拳 咬着牙 我握了握腰间的扳手 女人赶紧过来 把成功拉到一边 怕我们两个人在动手 这时候 峰会结束了 他们两人也不再理我 满脸笑容的拦下一个人 一博士您好 我是成功 昨天给您打了电话 您好 我是成功女朋友 柳如烟 您好 您好 一博士亲切地握了握他俩的手 然后就把他俩丢在了一旁 小跑几步冲到我面前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行啊 一博士 都有粉丝了 他凑到我耳边小声嘟囊 师兄 你可别含乘我 就是求我办事的 很烦 我的小师弟 叫伊藤诚 现在在业内也算是领头人物 可以说 我老师的几个弟子 在业内混得都不错 当然 除了我 师兄 你最近忙啥呢 我抖了抖腰间的扳手 怎么 研究硬件方面了 算是吧 鼓到谁管呢 谁管 师弟有点懵 他可能以为这又是 哪个新的研究方向 成功 柳如烟两人凑了过来 这位是成功一脸的产妹 我师兄 张万森 他好像吃了一只苍蝇般 表情很精彩 啊 哈哈 怪我怪我 有眼故事泰山 张万森老师 以后有识明吩咐 能做到的 义不容辞 我没理他 看向伊藤诚 这孙子找你办什么事啊 师弟是人精 听我嘴里这个称呼 就知道我俩有过节 嗨 没什么 就是一个项目 需要几个专业人员帮忙 说真的 可我的研究方向 还真有点出入 对了 伊藤诚一拍脑门 这个方向你找我师兄啊 他是专业的 不吹牛的说 我们两个捆一堆都比不过他 不行 不行 我就一个破修水管的 学术上的事 我哪里懂 场面一度很尴尬 成功苦瓜脸 尴尬的直搓手 但不得不说 这孙子是个人物 知道我和伊藤诚的关系后 一直就是一副哈巴狗的状态 柳如烟脸色通红 这女人还是知道害臊的 张万森老师 您别谦虚 一博士说您是他师兄 您的能耐不用多说 只要您肯帮忙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我指了指柳如烟 让他先把笔赔给我再说 说完就搂着小师弟离开了 两兄弟好久不见 今天得多喝点 饭桌上 伊藤诚告诉我 成功这人确实是个小人 但好就好在人傻钱多 他的项目一般都不是狠单 他还舍得花钱 如果不是什么深仇大分的话 坑他一笔也挺爽的 而且我们这些搞学术的 遇到一个舍得砸钱的主也不容易 他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吃了饭之后 我接到了成功的电话 不得不说 这孙子确实有点本事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他是从谁的手里搞到我的电话的 问他 他就说我名气大 圈内人都知道 随便一打针就知道了这种题话 张万森老师 您方便的话 可以过来聊聊 条件都挺容的 我想着师弟说的话也有道理 就先见面聊聊 行 我给您发个地址 给您看看我的诚意 地址是一家宾馆 也是 都快后半夜了 想聊点东西也没有其他地方 上了宾馆16楼 房间的门虚掩着 我也没客气 推门就进去了 就看见柳如烟满脸红韵 躺在床上 坑我 我赶紧给成功打电话 你什么意思 您到了 到了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这不都按您的要求来的吗 我狠狠地捏着电话 我什么时候提这种要求了 今天不是您说的 让我把女朋友陪给你 我说的是笔 测电笔 去你家修水管的时候 你女朋友把我的测电笔摔坏了 对面先是沉默 然后哈哈大笑 懂了懂了 张万森老师您真谨慎 陪您的测电笔已经放床上了 您去试试好不好用 新的 我都没碰过 我是你大爷 成功 你还是个人吗 自己女朋友你就这么干 嗨 女人吗 您喜欢 我赶紧过去捂住她的嘴 这要是被人看见 真是黄泥掉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 捂住了柳如烟的嘴 她开始挣扎 被子掉到地上 满目香艳 我又低头捡被子 手一松 她又开始叫 一瞬间弄得我手忙脚乱 你别动 我没想把你怎么着 她不听 不停地踢打我 她踢我 被子就盖不住 我只能一只手握住被子一脚 给她一个环抱 压倒在床上 这样不管她怎么挣扎 好歹是不会走光了 你个混蛋 你流氓 你不得好死 这娘们 有多难听骂多难听 我也是发了狠 一嘴封上她的唇 她安静了 深深吸了一口气 很久也没有吐出来 只是身体的轻微颤抖 出卖了她内心的紧张 两唇分开 我刚才说啥了 你就点头 我告诉你 别再喊了知道吗 我一愣 第二句呢 你听懂了 你真听懂了 松开她 我颓废地坐在地上 想着怎么处理这件事 柳如烟裹着被子 靠在床头 流着泪 大姐 你怎么就被弄迷糊了 送这里来了 喝酒了 还是被下药了 喝酒了 喝这么多 我酒量不好 沉默 你那个 什么男朋友啊 自己女朋友就这么往外送 还是个人吗 她不说话 赶紧分了吧 她点点头 我左右看了看房间 没找到她的衣服 应该是被那个畜生拿走了 你先休息吧 今天太晚了 明天我给你买几件衣服送来 不然你这 不好出门 离开后我又回来了 我也没买过 你们那尺寸啥的 都怎么说呀 柳如烟羞红了脸 你就给我买一身外套就行 我肯定不能就给她买一身外套 真空出门也太干大了 总体来说 她吃这么大一个亏 也和我表述不清有点关系 能多买点就多买点 一件外套 一件内搭小衫 一条牛仔裤 一套内衣 她看见这身内衣有点意外 你还会买这个 我又想起来内衣店那段 让我射死到扣脚的非人经历 先生 您好 您好 我要买内衣 店里都是 我看像这琳琅满目的五颜六色 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东西怎么挑呀 店员撇嘴一笑 很快收回 您是给女朋友买吧 她多大胸 我想了想 大概这么大 我用手比量了一个圆 毕竟就昨天晚上匆匆撇了一眼 也没摸过 也没注意看 只能比量的大概 店员的嘴角又撇了一下 这次收回的有点慢 能看来出她牡力了 先生 您这么比划 不太好给您介绍呢 她换了个提问角度 您女朋友 您个人感觉 胸大吗 偏大一些 中等 还是略小一些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飞奔着出了门 很快又回到那家那一点 在店员诧异的目光里 递给她一袋小笼包 就这么大 她的嘴角咧开了 反复抽出几次 这次没能收回去 扑斥一声 蹲在地上笑了 对 对不起先生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对比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这个尺寸的话 也就行 你女朋友胖吗 不胖 很瘦 那就最小号就可以了 直到我离开那一店 还能听到店员撕心裂肺的惨笑 先生 您的小笼包 她在背后喊我 我头也没回 送你了 你吃吧 狠狠地摇了摇头 把这些不愉快的精力甩出脑袋 瞎买的 你试试吧 我先出门回避一下 换好了喊我 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发现我漏了一样东西 没给柳如也买鞋 这酒店也是 连一次性脱鞋都没有 你等着 我出去给你买双鞋 不用了 光脚不碍事 那怎么行 你穿多大号的 真不用了 我想了想 把她背到了背上 那我背你下去 打个车先回家再说 她趴在我的后背 不时地抽搭一下鼻子 很快我的后背就有点湿了 也许她是委屈吧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绪 我现在这个身份 也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她的 真是个可怜的姑娘 下了车 我又背着她进了小区 一路上有很多人 投来羡慕的目光 可能是把我们当成情侣了 男朋友背着女朋友走路 确实挺吸引人的 到了单元楼门口 我看见了成功那个孙子 她见笑地看着我俩 眼睛里都是卧虫 张万森老师 怎么样 我把柳如烟放到小区的椅子上 搂着成功的肩膀 小子 你真行啊 您客气了 你看项目的事 项目的事啊 好说 说完 我把他的头狠狠地撞在墙上 成功这小子真是个人物 我都打累了 他也没还手 一头一脸的血 还能笑出来 张万森老师 以前咱俩有误会 这顿打我认了 项目的事您看 他能做到这点 我还真是挺意外的 行 我服了 我联系小师弟 我答应你 我不会在中间做梗 谢谢您 谢谢您 但我有个要求 和柳如烟分手 以后不许难为他 也不许联系他 这个没问题 都听明白 柳如烟听到这句话 光着脚跑了过来 狠狠甩了成功一巴掌 这巴掌扇得突然 吓了我一大跳 他的嘴角颤抖着 眼泪从眼角流到下落 又滴到地上 碎裂的声音清晰可见 成功看着柳如烟 黑黑的笑 又点头又巨公的 两人全程没有一句对话 回到柳如烟家里 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我接过 没有喝 你怎么会和成功 那样的人交往的 他叹了口气 以前 他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和成功刚认识那会儿 他是一个很阳光 很温暖的人 成功名校毕业 年轻有为 与人和善 怎么看以后都会一帆风顺 前途大好 两个人改变了他的生活 一个是他的领导 一个是他的妈妈 成功去的那家单位待遇很好 年薪60万 分房子 给户口 有了这样稳定的工作 他更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在业余的时候 也会补到一点小项目 没想到这项目 让他越做越好 短时间之内盈利不可能 但前景非常非常好 只要前期不断有资金投入 不出十年 他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领导也很看重他的能力 对他照顾有加不说 还会支持一下他自己的小项目 直到他看见领导和他的妈妈 在办公室干那事 一切都想通了 新大的硕士虽然难得 但怎么可能会受到领导如此喜欢 怪不得自己入职 这家武士强企业如此顺利 领导知道自己做副业 不但没有责怪还很支持 原来都是因为自己的妈妈 和领导有一腿 成功的妈妈也和他摊开了 他和那个领导是发小 心没竹马 因为父亲的逼迫 才嫁给了成功的爸爸 两个人一直有私情 只不过保密工作做得好 现在才被发现 成功爸爸得到这个消息 没挺过去 活活气死了 爸爸死后 两个人更加肆无忌惮 成功发疯过 闹过 没有用 领导就一句话 这件事你敢阻止 你就滚蛋 房子还回来 高工资没有了 他还会把成功列入 这个行业的黑名单 所有民企的被调都别想 要真是没了住所 没了收入 他的项目怎么办 他的人生怎么办 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那天 他被领导逼着跪下 叫了三生爸爸 躺完那一刻 他就变了个人 变得冷血 变得虚伪 变得阴险狡诈 变得不择手段 什么亲情爱情 都比不过权利 都比不过金钱 我也就能理解了 这样的人 为了项目把女朋友献出去 好像要把心里的阴霾都吐出去 给小师弟打了个电话 成功那个项目 你能帮就帮一下 小师弟很奇怪 他那个人 你也能看出来 不是什么好玩意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我沉默了很久 严格来说 成功和我其实是一类人 我又想起了徐娇染 当年 我只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小扑街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懂 却喜欢上了才华横溢的师姐 师姐知道我的心意之后 把我叫到实验楼外 问哪路神仙给我的勇气 让我有资格喜欢他 当时身边还有不少同学 修得我满脸空火 他挑着眉 撇着嘴 说只要我三个月 能写出来一篇散 他就给我一次机会 那三个月 我拼命地查资料 做实验 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终于把论文写完了 甚至到最后 我都不知道我这么拼命 是为了追求他 还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那个资格 论文发表后 他不屑一顾 说一篇论文而已 朱也能写出来 我不服气 一篇 两篇 三篇 整个研究生生涯 我都在写论文 没有得到师姐的认可 却让我的老师刮目相看 对我青睐有加 我原来以为 自己学术上有成绩了 发表论文数量 也和师姐差不多了 能接手老师安排的项目 就有了追她的资格 却不知道 她只是逗我完蛋 所有的东西 都是她随口说的一个玩笑 师姐快毕业的时候 她和我成了老师的左膀右臂 我又找到她 问她我现在有资格了吗 你看看你长得那个样 再看看你的家庭条件 和我配吗 我嫁一个水管工 也不会嫁给你 我想的那么差 幼稚 而且你说的水管工也不错 我想去试试看 万一做水管工比搞科研幸福呢 我在众多师弟诧异的目光中 拒绝了老师让我留校的情景 去一家小作坊干了水管工 一直到今天 除了偶尔想到 徐娇冉这个人心里有点难受之外 其他还不错 没有压力 可以早睡晚起 没活的时候 就可以在屋里打游戏 很自由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这样的 完全可以在本行业内走得更远 除了师姐 鸿门其他师兄弟 和我的关系都挺好 本应互相照应 和成功一样 我也是被现实狠狠扇了一耳光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成功变得无所不用其极 我变得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两个极端而已 但我们差不多是一类人 丁玲玲 喂 老师 回来吧 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好 很多项目忙不过来 你回来帮帮我 我想想 别想了 真打算做一辈子水电 老师停顿了一回 最近娇冉被一个项目难点卡住了 你回来 搞定他 我抬头 太阳的光亮穿过云层 不太刺眼 但清晰可见 好的老师 再次见到徐娇冉的时候 他轻瘦了很多 眼眶也有点发黑 看来最近为项目熬了不少夜 但略微憔悴的面容 掩盖不住他脸上的轻蔑和嘲讽 老师 你怎么把张万森找回来了 看你最近太辛苦了 项目也快到交付日期了 把张万森叫回来帮帮你 他的本事你也知道 不会给你添乱 他吃笑一声 没再说什么 本来就是同门 应该互相照应 你们两个不要斗气 有能耐都使在项目和数据上 我知道 这句话 老师主要是说给师姐听的 老师走后 我笑着看向徐娇冉 师姐 好久不见 他用鼻子发出一个闷闷的声音 师姐 你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我呢 就因为当初我喜欢你 他明显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接的问出这个问题 很快他又恢复了刻薄 尖锐 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艳难 还艳蠢 恰巧你两个都占了 艳蠢是吧 三天 就用了三天 我把这个项目的解决方案 给了老师一份 当然 也给了师姐一份 在师姐诧异和不解的目光里 我说道 现在你可以讨厌你自己了 说完 扬长而去 解决方案已经给师姐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 繁琐的实验和计算工作 我就不掺和了 张万森啊 你天生就是搞科研的料 别和你师姐斗气了 好好忙活自己的事业 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茶 我双手接过 放在桌子上 不瞒您说 我现在对科研 实在是没有兴趣 这次要不是您逼我回来 我可能以后都不会碰这一行吗 有些是该放下就放下吧 也不是完全因为他吧 当初我拼了命的努力 只是想证明 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差 现在看看 我好像真的不喜欢科研 摆弄水管倒是会开心一些 又说气话 谁的生活里还没有几处嘲讽 没有嘲讽 人怎么进步 老师 我们不应该感谢嘲讽 更不应该感谢嘲讽你的人 没有谁天生就应该被嘲讽的 也没有谁是必须通过别人的嘲讽 才能进步的 说完这句话 我把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 对着老师鞠了个躬 退出了房间 出来之后 我赶紧大口吐了几口气 嘴唇颤抖着一阵嘶哈 太烫了 这种的代价有点大 出校门的路上 我又看到了徐娇染 老师让你留下了 对 怎么 不回去做你的水管工了 他的眼里满是嘲讽 做 我没同意老师的意见 烂泥浮不上墙 方案好用吗 听到这句话 他的脸色铁青铁青的 果然 最好的打脸就是用事实说话 他忙活了大半年弄不明白的东西 被我三天搞定了 这个心理冲击一般人可扛不住 然后 他就破防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到底 你就是一个破修水管的 一个月几个钱了 就你这样的 当年还追我 真会气 真恶心 一双柔软的手挽住我的胳膊 老公 这女人谁啊 看着好老 我回头 是柳如烟 她看着我的眼睛 笑盈盈的 满脸的爱你 我师姐 你和我说过的 当年那个师姐 对 你傻眼光啊 哈哈 挑女人你不会挑啊 哈哈 柳如烟笑得前仰后合 徐娇染牙都快咬碎了 你谁啊 我呀 我是张万森女朋友啊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 我有点担心 过来看看她 那我也应该叫你师姐吧 怎么 这么晚还加班了 吃饭了吗 师姐你有男朋友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呀 我有个姐夫人不错 刚离婚 不到40 你俩很配 你说这女人身边 没个男人可怎么办 家里脏活累活都得自己干 干多了 人就容易冷 对了 你家水管坏了 有没有人修啊 没人修 让张万森去 她修得可好了 我惊讶地看着柳如烟 我才发现 这女人嘴巴这么厉害 这一顿阴阳怪气 加情绪输出 都要把徐娇染气抽过去 算了算了 回家吧 我拉着柳如烟要走 等会儿 我家师姐的联系方式 把我姐夫微信名片推给她 我扶我苦笑 算了算了 走吧 哦 你是不是感觉师姐 配不上我姐夫啊 哪能啊 我姐夫不挑 徐娇染怒吼一声 胸口不断地起伏 真是气得不轻 好好好 我们走 老处女就是脾气大 柳如烟挽着我的胳膊 一边走 一边嘟囔 我们不像她 我们回家挨挨去 说完还点起脚 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女人气女人 真的能气死人 全程没有一个脏字 听着全是关心 那里全是嘲讽 我承认 这个功夫我这辈子也学不来 你怎么会在这儿 离开师姐的视线之后 我看向柳如烟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猪 她边用食指戳着我的脑袋 边吐槽 就在大街上被人那么数 挨打了不知道还手的吗 我可没你那么能嘲讽 不会嘲讽 说脏话会不会 实在不行 你打她会不会 后腰的扳手呢 没带 像打成功那样打她会不会 那么窝囊呢 心里暖洋洋的 不得不说 在自己面对侮辱的时候 有个人站出来替你出气 真的是容易产生好感 吃饭了吗 今天谢谢你 请你吃个饭吧 找了一家串店 两人聊得很开心 她说着她之前的生活 我讲着我在学校的趣事 第一次想聊 却又那么合拍 只是合拍的时间太短了 估计也就两瓶啤酒吧 她趴在桌上 打起了呼噜 真的假的 什么酒量 怪不得上次宾馆 被成功灌得毫无知觉 这酒量也太差了 把剩下的串打了包 我看着这个祖宗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左手捏着花 右手捂着剑 啊不是 左手拎着串 右手拎着她 也是奇了怪了 这一路上 也没有出租车 还好她瘦 单手扶着她不费劲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 她说死也不上去 不去不去 坐车晕 背着我的后背 让我也有点热 哎你有心跳啊 你是活的呀 我能听到你的心跳 大姐 你虽然不沉 背着眼泪啊 谁被你心不砰砰跳 你心跳快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 这才见几面啊 喜欢个屁 你就是喜欢我 她胡乱说着酒话 我胡乱的搭着场 两只小脚愉快的当了当 不出意外把鞋子踢掉了 我弯腰把高跟鞋捡起来 心想怎么就惹上了这么个祖宗 她的小脚接着当了当 让我想起了宾馆那天 她也是没有鞋 我背着她回家 总算是到家了 她 她醒酒了 我强烈怀疑她是不是逗我完呢 她说她体质特殊 醉得快 醒得也快 打死我也不行 她说她要证明一下 拿出来两瓶红酒 说再喝一次试试 红酒配烤串 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搭配 但我吃的挺香 因为走了一路 我是真饿了 两人喝着红酒 继续聊串店没聊完的话题 喝着喝着 我也喝多了 隔天醒来的时候 床上有两个人 一个没穿衣服 另一个也是没穿衣服 还好 那个 昨天 我们应该是没事 我也不敢抬头看她 我去尿尿 她抓起衣服捂着胸 就跑向卫生间 随后感觉可能这次会有点不养观 又改口 我方便一下 我摸了摸鼻子 暗想这都是什么事 吃个串还吃人家床上去吧 啊 卫生间里一声惨叫 我赶紧冲进去 她像一只瘦了筋的兔子 指着水龙头 漏 漏水了 我无奈 你出去 我修吧 都怪你 什么技术 上次来修也没修好 大姐 上次我是帮你修的厨房 卫生间是漏垫 不是漏水 那你也应该发现 卫生间漏水了呀 好好好 我的错 我低头检查漏点 一双手从背后抱住我 要不 我们在一起吧 我没敢回头看她 我昨天和老师说 不做科研了 以后就只能修水管 工资可不高 没事 修水管挺好的 我家水管坏得情 全文完